因為疫情導致延後了一年的杭州亞運 終於要在今年九月二十三號 準時登場 而武術散打 雖然一直都不是最受瞩目的項目 但過往在亞運會上 總計一金四贏十四銅的亮眼成績 說明了台灣武術選手們的實力 一直都不在話下 這次更是充分運用 額外一年的備戰時間穩健成長 迎向第十九屆的亞運賽場 在大概已經有兩年了 我們在這邊訓練已經有兩年了 選手就持續的穩步的成長 朝著我們那個奪排的目標前進 而本次中華隊代表武術項目的 共有十名選手 包括南拳南棍的賴柏偉 劉昌敏 刀樹棍樹的王正銘 太極拳太極艦的孫家鴻 陳又威以及劉沛勳 槍樹劍樹的彭雨昕 最後還有散打選手 林依儒 洪敏文跟張煥儀 而在這間武術代表隊的選手名單上 也剛好形成了磁城選手 行秀各辦的態勢 多少有些世代交替的味道 幸好在學長學姐們母雞 一代曉齊的引領下 像是初次代表國家出賽 南拳南棍年輕好手劉昌敏 雖然國手壓力巨大 但卻能夠擁有更多學習的機會 同時也具備年輕人該有的體能優勢 剛開始練的時候 一定是沒有想到要繼續練這個項目 但是慢慢練到後面有成績之後 就會想要去拚 想要去選這個國手 很開心 但也壓力蠻大 訓練的時候遇到不太會不理解的地方 可以有時候會找學長去 就是詢問他 然後跟怎麼樣會比較好 都會找他去找學長去討論 因為學長比較有經驗 優勢就是我比較年輕 然後我的體力會比一些比較年長的選手 還要再好一點 然後跟我的身體素質 另外同樣是出事提升的還有彭玉希 年僅二十歲的他 過去原本想走的路是和武術截然不同的體操 但是受到武術套路的獨特魅力吸引 讓彭玉希從國小開始接觸武術後 點頭也不回地載進武術界 如今更成為了杭州亞運 我國槍術建術的唯一代表選手 身上背負的更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沉重壓力 因此面對運動生涯最大舞台前的備戰方針 彭玉希將重點放在心態調適 就是在選那個體操隊還有武術隊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我就想要 就是像他們一樣筋很軟 所以就想要選體操 然後後來就是媽媽就接到學校的電話說 因為武術是第一屆 所以就是想說要不要試試看 對 所以就進入武術這個圈子 就是他們在打動作的時候 然後打到一個定點然後亮相 那個是我覺得非常帥的 因為就是我的經驗 就是跟學長他們比起來算是比較少的 然後其實也會有點害怕 自己沒辦法做好 但是因為老師他們都有跟我說 就是年輕就是要拚 所以就是要拿出那種成熟姿態 去比這場比較大比賽 當然會因為就是以前學姐的 他們都沒有就是參加這個項目 對 所以自己壓自己心理壓力也是蠻大的 畢竟自己經驗還有年紀比較小 但是老師跟學長學姐 他們都會鼓勵我支持我 對 最重要也是自己那個 自己對自己的心態調整 擁有體能優勢的年輕學獸 或許眼前最巨大的難題 比起動作上的執行 更多的是心態上 如何克服高強慢的恐懼 將自己在國訓這兩年的苦練成果 完美複製 甚至提高檔次的在亞運會舞台上展現出來 YT台專題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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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